朋友们好,我是薇薇 上一期介绍了仙克莱的种植、养护和繁殖 这一期我想介绍给大家另一种比较适合室内养殖的花卉 非洲井 非洲井有非常多的花色 比如说这个是蓝色偏紫 还有粉色、白色 花形也有很多 这个是单半的 它还有副半的 我这一盆非洲井是六月份的时候邻居给我的 到目前来说现在是九月底 三个月它已经第三次开花 每次开花花期非常长 而且花形饱满 好打理 很好种植 是我们室内种植比较好的一种花卉 那么今天我要介绍这个非洲井怎么样繁殖 非洲井繁殖和仙克莱不一样 仙克莱它是用种子 但是非洲井它只要这个叶片就能繁殖 我们只要把取下来几片叶片 一般要取健壮一点的比较容易长小苗 但是我实际下来 所有的叶片 其实这一些有一点黄黄的 稍微有一点缺营养 也是可以繁殖的 那么我们只要取下 我取叶片的原则是 比如说这些叶片 这边的叶片太多了 下面这个叶片 压在下面 所以我就把它取下来 取的时候 只要用刀把它割下来 切一个斜切面 斜切面 斜切面 然后 插在水里 取几片 这个 这一片 然后 插在水里 它一般 要二十多天 才能生根 生好根了以后 你可以种在盆土里面 当然 像现在这个叶片 你也可以直接种在盆土里面 但是我第一次繁殖的时候 我是直接泡好水 让它长根了以后再长 每一种非洲井的特性 这一片叶片也掉下来了 那么正好也插在这里 这一片叶片还蛮肥大的 很好 等它慢慢生根 那个非洲井 各种非洲井 它的习性也不同 有的非洲井 它叶片生根很快 然后长小苗也很快 但是我这一盆 我觉得不是很快 你看我 六月份 邻居给我了以后 我马上进行了千叉 用叶片也是泡水生根了以后 基本上两到三个月 才长出小苗 现在这些 我种了总共八盆 十一盆 每一个叶片 每一个叶片都长出一棵小苗了 看 这一片叶子是当时擦的时候 是用一片非常厚实的叶片 时间证明它是最早长小苗 看 这里已经有一个花苞了 这些都长了 你看 每一个叶片就是一个小苗 这一棵 你看 才长一点点 所以说最慢的要三个月 最快的两个月 它长得不快 而且它的叶片 你看这一个叶片 这一片叶片 我擦的时候就是这样黄黄的 不是很好的叶片 但是它依然长出小苗了 看这个叶片 因为非洲井它的叶子含水量非常高 当时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它这个习性 所以浇水的时候 它只要碰到水 叶片沾到水 你不立即把它擦干 它的叶片就会变成这样 不好看 所以浇水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不要浇到叶片上 现在这些都成了一棵 每一棵都你看都有一棵小苗 而且很好 那么这些小苗等到长到一定程度 比如说这一个 就已经可以移栽到大棚里面了 非洲井的养护也是要非常注意的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它的叶片含水量非常高 所以你要注意 叶片浇水的时候 不能浇到叶片上 最好的办法就是用一个底盆 让它吸水 你看这是一个底盆 我把这个放在里面让它吸水 它吸水的能力很强 大家看一下 看到没有 这个水在慢慢往下 很快 看到 这些水慢慢往下 一会儿它上面的泥土就会湿了 那所有的室内的养殖的花卉 都要注意浇水的问题 因为室内 它阳光光照和空气都不如室外 所以我们浇水不能浇多 浇多了 容易烂根 好多人 好多人室内养花 养不好的原因 就是你太爱这个花了 天天给它浇水 这肯定是不行的 这些花 你看非常健壮 很可爱 这个非洲景还有一个特点 它就是花期特别长 一年四季都能开花 冬季的话 你只要放在窗台 它喜欢散射光 你如果是夏天的话 千万不能放在阳光下暴晒 所以室内养殖 你室内种植花卉 本身阳光就缺少 这个反而对这种 这样喜欢散射光的 就是花卉 非常适合室内种植 特别是冬天 不容易种 所以这种花 我还是推荐给大家 如果你也喜欢 非洲景的话 一定要试试哦 市面上有很多很多 这样的非洲景 你可以挑选 你自己喜欢的花色 然后如果你觉得 这个品种不错 也可以按照 我刚才推荐的方法 可以自己多培植几盆 然后可以放在冬天窗台上 给家里增添不少色彩 好 这一期视频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您的观赏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分享订阅 也希望你能给我留言哦 谢谢 再见